- 手腦體驗幾差 央視還會送時間跟道具喔 我覺得這遊戲的手腦設定真的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人類嗎 在操作上還有放東西上這樣子 有點北七北七 下場啦 媽的 普通殭屍被揮兩下就死啊 那我去操縱殭屍的意思是什麼啦 超爛的 每個生存者在狂爬狂衝欸 我跟你們講 真存者在玩的時候是用就像我們現在在玩RE3的時候一樣 但是手腦在玩的時候你會玩到花鼠手快凹斷你知道嗎 殭屍生越多感覺沒屁喔那隻狗還一直卡在這邊到底是要幹嘛啦 趕快去咬人啦 每隻殭屍都用爆的不就贏了嗎 你的繼續努力只會把人家放在更危險 遊戲中最恐怖的東西火棍 不知為何火把怎麼這麼強啊 狗狗都不咬人 突然覺得 這遊戲AI怎麼那麼糞啊 我希望 我希望 AI殭屍能夠咬快一點 可不可以啊 狗狗不能操作耶 沒有能量了 一瞬間就要跑光了 我會不會被弄成 有時光是你要拿出來 你讓我來看 你可不可以 我會找到 我可以找到 你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我鎖門他還是可以踹開嘛 這槍也沒屁用了 你放太多 他這個人類其實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放出來的東西都解決掉啊 放他小啦 你看有我們來操作殭屍咬人多好咬啊 這邊就咬了 威廉你振作一點啊 媽的威廉你振作一點啊 一直退一直退的有沒有霸體啊 你看這威廉不行了 有人被捏死了 為什麼每個人都拿火把啦 這遊戲火把是什麼 神兵利器喔 好 哇沒辦法了 我現在放一個東西消耗 消耗超高欸 不要 你必須看到你 顧客再給你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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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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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雞巴的是喔 你威廉好了啦 人家丟個 火焰還是什麼的 流彈你就 然後在那邊站著10秒都不用動 太白癡了吧 沒看過什麼狙病毒有那麼爛的好不好 硬個懶叫啦 硬 破了一大堆惡靈古堡 媽的我沒看過說 比如說暴君就站在那邊然後就一直被你燒然後燒了10秒都不會動的 是這樣是不是啊 我必須自己修理 把這些狐狸告訴我 堅程那真正 ㄟ 又來了 媽的 丟個火焰瓶我就不用動了 裝傻小啊 踩我一腳我就放開敵人了 小啊 丟個火焰瓶 幹 丟腦絲的 哈哈哈哈 這威蕾超廢的啦 你看他踢我一腳我就不會動了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你看有沒有看到 刀巴基這個 他也很死了 他踩我一腳威廉整個倒退欸 太強了吧 抓死人了 爬 爬 爬行這樣這怎麼沒批用啊 都還沒伸出來就一直被打死 欸 智障啊這個 超智障的 對啊爬不起來欸 你有發覺嗎 可是我往外伸也沒有意義啊 因為敵人的AI就很笨 阿我往外伸不是都差不多的意思 基本上都是會一直被 客製者這樣子 阿賣這個不能操作啊 阿賣這個不能操作啊 阿賣火把打到我就不用起來了 就這樣在那邊 就一直躺在地下然後一直被很爽的 這樣子燒來燒去 哈哈哈哈 白癡機子真的是白癡機子 笑 啊開機子 可惡 哈哈哈哈 弓拳揍僵士就贏了啊 搞什麼東西啊 超有效的 對阿 我不想要時間伸在敵人腳下 但是這些殭屍很難去追你們知道嗎 他又被屁倒了 站著點阿威廉 阿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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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快上啦 阿威延 把自己的殭屍炸走了 接狗後 接狗 knowledge 又接狗 啊 How could you be so selfish 4 lives against all humanity 我玩了這些場對不對 我覺得讓我覺得最急掰的就是 你一個G病毒 你一個T病毒 怎麼這麼簡單就會被一腳踹開啊 蛤? 這個設定也太怪小了吧 然後敵人殭屍AI超笨的 那狗狗就在你人旁邊這樣繞圈圈然後也不咬你 蛤? 很難玩欸這個 對啊 而且 生存者用拳頭就可以把殭屍一直尻倒在地上 這每一個人都是克里斯嗎?不可能嘛 太好小了吧 設定有問題喔 他想要做成等級制就是 讓你花更多時間在這個遊戲上 OK這個我懂 但是完全脫離原作的設定這也太白癡了吧 常常威廉被金剛腿踹到生活不能自理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偶狼在踹威廉的時候你沒有看到嗎 我威廉完全 行動狀態下 然後被他踹一腳 整個人就開始叫 那我他媽當初 克雷兒幹嘛打得這麼辛苦啊 我就叫克雷兒 看見威廉都衝上去踹他的腳 威廉不是就一直推了嗎 威廉每次追上來 克雷兒快踹他 然後一腳踹過去 然後威廉就倒了 那不就沒事了 火燒到也會凹 大彈噴到也會凹 煙霧彈丟到也會凹 用腳踹的也會凹 我他媽到底是操縱他媽G病毒還是什麼啊 TRASH病毒是不是啊 我媽幾把東西 欸對火焰彈好我凹一次 欸腳踢凹一次 好火焰彈又再凹一次 我他媽大水管打下去黑人不會倒欸 居然動了 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威廉能夠攻擊的 次數大概只有十次吧 十次打完我就死了 然後他們打我攝影機的時候 我的鏡頭是不太能動的 所以我就 你們看我像笨蛋一樣 鏡頭在那邊為什麼不敢去瞄準他 打他對不對 因為他同時在打我的攝影鏡頭 你們剛剛有發現了嗎 那個在震動的時候就是了 你看你看你看 有沒有他打我一槍我就停一下 有發覺吧 真的不用生了 蛤 不來欸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效的方法 這沒有用啊 這些生存者也太強了吧 欸 我們在玩惡靈古堡重置 或者是這樣一路打過來對不對 近戰武器基本上都是 沒什麼真正的用處的 你一個垃圾小殭屍 你還用小蛋把它割死 怎麼可能啊 你在這個遊戲中 你能夠用近戰武器 直接把T病毒打爛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奇妙 就是為什麼這麼少人玩 沒有防彈殭屍啊 防火欸 防火殭屍欸 好笑 欸等級高就有好殭屍好不好 我他媽等級一等威廉在玩屁喔 你看他還有技巧可以少欸 哈哈哈哈 這遊戲叫農啦 不農不能玩啦 這個不農 農的話你就跟廢物一樣 我的威廉就像廢物 你知道嗎 人家都沒有連發機槍 我的在那邊蹦 蹦 蹦的 蹦蹦蹦 等我蹦完我就爆炸了 蹦 這是一個等級game 哪一草 這草能不能合啊 消除感染值 這什麼啊 這什麼工具 蹦蹦蹦的 偶爾是一拳超人嗎 我他媽是一拳超人嗎 蛤我可以空手秒殭屍 我都不知道我在玩什麼東西欸 在挖我就把你頭髮燒了 裡面有時候有狗喔 我剛剛揍了兩千滴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直接走喔 這傢伙是他媽的一部是不是啊 補給殭屍欸 拿好了沒啊走了吧 都聽到外面有殭屍在等 X-Satmoent Entertainment A High risk of this membermont Please Say Bonjour to our guest star Mr.X 噢 爆金欸 命啊 被打倒了 小地方卡著其實就是在拉時間你們知道嗎 這遊戲其實非常需要混時間 這樣子 趕快走啊 爆金欸 而且小殭屍越多 生存者殺越多小殭屍 時間也越多 會復活嗎 欸這是哪裡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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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殭屍越多 小殭屍越多 走啊 走啊 幹嘛站在那邊被打 走啦 蛤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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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neMine Fuck you all 他怎麼一直罵我們 自補囉 我手上的東西可以修吧 修理 自補 他有三種草 什麼感染值 我可以 不是我可以啦 手腦可以做出一些 比如說讓生存者中毒的怪吧 蟲還是什麼 嘿嘿 大家的武器怎麼都這麼大一把 好了好了啦 其實我不知道敵人的監視器在哪裡欸 而且我根本 我的槍也沒有帶子彈 從頭到尾就是 跟著老手 然後用拳頭亂揍 太北溪了吧 死囉 喔 他這個幹嘛 他這個會中獎嗎 趕快好吧 浪費時間喔 我要自己一個人去死喔 我把你們的時間全部都弄光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跟他互揍 0T 你們有看過有人類跟包機給你這樣互揍的嗎 啊幹我死了 他夠30秒 我試一下拖住暴君的腳 可以嗎 不用救了啦 讓我去死一死算了啦 30秒而已 他好累喔 欸 包君掛了啦 欸 包君掛了啦 喔真的欸 他小殭屍會一直加時間欸 可是你不派小殭屍 你不是 會幫他擋嗎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揮起來揮起來 大火快把你的火棒揮起來 大火快把你的火棒揮起來 好幸運,朋友 这不是很容易解决你的生命 但是... 常狀噴霧藥 分殺蟲雞 家蓮我一起揍好不好 我們沒想過你得到 為什麼我用圈都可以抽到一千隻藥 I confess, I admire your dedication to breaking shit But this is hopeless You should give up now Asshole 無言的看著大家 腦袋其實什麼都沒在想 我出拳頭就殭屍了 我幫忙就殭屍了 沒問題的 沒有,我出拳頭就殭屍了 我幫忙就殭屍了 沒問題的 Yeah, you have no hope 暴君的攻擊跟威廉差好多喔 你看暴君可以連續這樣子一直揮一直揮一直揮對不對 威廉有分成輕攻擊、重攻擊、鐵棒揮下來這樣子 現在想想想每一隻BOSS的 應用程度可能 就不太一樣對不對 威廉是範圍這樣鐵棒這樣呼呼呼呼這樣 我在幹嘛 他在摸我哪裡啊 他在哪裡啊 貓君死了 I'm gonna tear you a new one 不要再拉了啦 怎麼火啊 我沒有木盪了 每一拳都1000滴 這就是生存者有沒有看到 生存者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遊戲還是 沒有說調整得很好 真的 真的 蛤 不要聽他廢話我先跳出來 我覺得這個遊戲喔 他可能是有借鏡 比如說DBD或者是L4D2這樣子 然後加入了自己的元素 比如說你手腦玩的方式有點像那個 什麼DUNJONG啊 地下層 矮人地下層喔 你們知道嗎 就是那個上帝視角 然後你可以放怪啊 然後去挖礦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 地下層矮人嗎 金礦嗎 金礦地下層 反正簡單來講 你就算1對1好了 就是等級1打等級1嘛 矮人要塞 地神守護者 對啊 你手腦等級1 你還有生存者就算都等級1好了 全部都等級1 都沒有技能 我覺得生存者還是有很大的優勢呢 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So now有一個很奇怪的矛盾點在於 你想要生一堆殭屍去擋生存者 比如說擋他們 擋路或者是擋拿鑰匙之類的 你殭屍生越多 生存者殺殭屍超好殺 殺死一隻殭屍人家又加10秒 可是你不生殭屍 他們就這樣子很快的跑跑跑跑跑 都跑完了 都拿光了 奇怪這到底 嘖 然後你們說陷阱 陷阱踩到才扣5秒 根本不夠啊 而且生存者也有專門拆陷阱的啊 反正我是覺得 玩起來就是不太 不太那個啦 我跟你講為什麼手腦會贏好不好 手腦要贏你必須 好你等級高你有技能強 再加上 對面生存者有北七 他從頭到尾就亂衝 然後一個人 然後到處亂跑 亂砰 然後一直 一直中彈 然後自己扣自己大家的時間 你這樣就會贏 手腦這樣就會贏 你不要說沒有 一堆 都是 你如果是那種 大家4個生存者 一進遊戲就知道說 好 這個隊友如果他要自己單獨行動去那邊拿鑰匙 其他三個人會幫忙掩護這一條路線的 你不用玩了 幹 他在衝他小 也沒有L4D爽 也沒有DVD這麼的合作 怪不得現在都超難排耶 有點媽的 正game 簡單講真的 真的有點糞 要不然這樣簡單講好了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這樣子綜合這樣子看起來 不管你有玩還是沒有玩 你們覺得這個遊戲生存者跟手腦之間的平衡有做得很好吧 就算了啦 反正是免費送的嘛 玩一玩就算了 不用 不用講太多好了 因為是免費的 所以平衡性什麼的 我就算了啦 講一講該講的就 當然啦 講完當然可以玩啦 沒什麼問題啦 只不過我 我玩起來就會覺得 不是說特別的緊張或刺激 你知道嗎 因為照理來說 惡靈古堡生存遊戲 而且四個人的情況下 應該要享受就是 有在黑暗中被敵人 圍攻 但是又不會說讓你完全無助的那種 很平衡的恐怖感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不過你們應該會懂我在講什麼 四個人一起突破難關 不是像現在我在玩就是 一人走左邊開鑰匙 一個走右邊開鑰匙 然後完全無傷的又走回來 然後時間就加到爆錶 走到哪裡都有草 走到哪裡都有子彈 現在衝到小 算了我先關掉了好不好 不是說做的不好 就是可能 平衡或者是機制上需要再調整調整 真的真的 說一句公道話啦 需要再調整調整 不是不好 絕對有它好玩的地方 懂這個意思吧 我先把這個關掉了好不好 好